北京中轴县是北京老城的脊梁和灵魂 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县 而是贯穿北京市中心的一条建筑群 梁思成先生曾由衷地赞叹 一根长达八公里 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县穿过了全城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县的建立而产生 北京中轴县全长约七点八公里 北起中古楼 地安门 景山 故宫 天安门 正阳门 天桥 天坛 仙农坛 南志永定门 贯穿北京城区的中心 是北京城的空间规划之轴和文化之轴 中古楼是中国古代城市中古楼的建筑典范 北京中古楼 以其显赫的地理位置 悠久的既实历史 传统的暴食方法 定定地位的中古 在全国中古楼中独树一帜 登上景山的最高峰 站在万春亭上 可观整个北京城 从这里可以看到北京城的发展与变迁 东望CBD现代化建筑 西望三海 南望皇城 北望可见中轴县最北端的古楼和中楼 故宫 位于北京市中心 也称紫禁城 这里曾居住过二十四个皇帝 是明清两代的皇宫 整个建筑紧闭辉煌 庄严绚丽 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博物院 和世界顶级的博物馆 收藏有一百八十余万件珍贵文物 是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 专门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 它以其宏伟著称 又以奇特传世 而且寓意极深 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体现 中轴路的最南端是永定门 它是在明家境三十二年铸重城 宝京城之南时修建的七门之一 如今永定门与护城河水 交相辉映 以成为城南一个闪亮的新景 中轴县全是了中国的理智秩序和美 是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理念的极大成者 承载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汇集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 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 这座城市变了